今天来看国会消息 我国大学生失业率严重 在2019年就有17万300人失业 比起2018年的16万1300人 增加了3.9%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阿旺哈星说 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理由 包括嫌弃工作地点 成绩不理想 缺乏软性能 以及没有收到职位空缺的信息 阿旺哈星今天在国会上议院 回答环节 回答伊斯兰党上议员伊德利斯阿末提问时说 为了解决失业问题 政府成立了国家就业特别委员会 并在今年6月到8月 通过MyFuturejobs网站 向毕业生提供了超过20万个就业机会 目前共有7178人顺利找到工作 得逊静了 并得逊静了 并得逊静个视频